哈啰 大家好 欢迎到KOS看股 今天KOS又跌了 然后SCIB出市了 SCIB中停牌了 我们进去看看发生什么事 看看免着生命人 请注意 我不是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我分享我的交易旅程 仅出于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观点 新闻 研究 分析 价格或其他信息 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是投资建议 对于您使用本视频中的信息 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利润或金钱 资产或任何贵重物品损失 我不会担任何责任 OK 今天呢 我们看一看大局先 等下我们才讲 那个 那个SCIB OK 胡萨今天又大跌了 跌了11点 11点 0.7% 蛮多 新加坡 跌了0.62% 香港 上了0.19% 韩国 上了0.07% 日本 掉了0.75% 泰国 上了0.3% 中国 FTSC 掉了0.48% SXE上了0.2% 中国 SXC 上了0.4% 中国有点小反弹 澳洲 掉了0.2% 纽西兰 上了0.3% 亚洲还是不是很强了啊 还不是很强 有些跌有些账 也不算有什么打反弹啊 今天啊 欧洲 欧洲 英国 FTSC 上了0.054% 也没有什么东了啊 Dex 德国也是没有什么东 上了0.132% 你看美国 美国 Dowjohn上了0.28% NYSE上了0.39% S&P 上了0.089% Nesdaq 也是上了0.064% 这个美国 美国 美国那个share market 已经冲到超级厉害了 现在已经是差不多没有气了 已经冲了很久 所以啊 涨了很久 所以现在差不多 全部要调整的了 应该是没有气了 啊 现在你看他的账幅啊 越来越 越来越小了 那几天全部是0.7 0.8 0.1 1.0 0.7 0.5以上呢 现在你看他的账幅 是0.2 0.2 0.0 0.0多 0.3 0.06一点点 所以差不多要调的了 调几点 我不知道 差不多要调 但他们全部已经突破新稿了 所以美国股市是超级强 啊 Palm Oil 5343 也是 暂时还是蛮强 油83.98 Brand Oil Cruid Oil 原油82.49 所以油还是撑住了 没有讲 没有那天 新闻出来讲 这样激动一下会冲上去没有 还有昨天我们讲 油可能是一日油啊 所以有时我们看啊 看到他一天冲 就要快快跳进去啊 有时要看清楚一点先哦 有时是很多是 我们叫假突破 或者是假消息了哦 所以有些消息是 怎么样讲 啊 有些啊 什么啊 投资者啊 对某些新闻 啊 特别特别什么 特别啊 緊张了哦 所以他们很快就跳进去吧 那个局还没有做好的啊 那个局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 那个局啊 还没有偏好 所以那个那个东西是还没有真正的涨的啊 所以很多人跳进去 所以他从一天然后第二天哦 那个 星期二今天集团没有去开墙 集团看还是讲 啊 我要看清楚先 我觉得这个还不是很好机会 所以集团不开墙 所以今天 昨天是星期一嘛哦 昨天星期一 今天星期二是我们要看集团也没有开墙 所以集团不进来开墙 为什么集团没有开墙 等下你看交易量三 三 三个billion你就知道了哦 这个这个是交易 那个啊 大集团没有什么进场了啊 三十一了啊 三个billion啊 三十一了 左右了啊 ok so啊 快快我们看一看 KLCI KLCI今天跌破了1526啊 OK 收在1524 ok 这个不是讲 一跌一跌破就立刻他会跌下去 1509啊 他跌破了证明他很大机会继续再跌 看明天market有没有撑他 如果明天集团有撑 明天mark推回上去 可能他还会在这边挣荡 还是会在这边横盘 或者集团 可能集团 会很勇敢的推他 或者很强的推他 如果他有一个轻的大的蜡烛 这个就是一个假跌破 上面是假突破下面是假跌破 所以一个假的跌破 可能他就有机会反弹上来 历史跟我们讲 我们看图可以看到什么 可以看到机会危机危险 情绪跟历史 历史跟我们讲这边发生过的 这边发生过一个假突破 你看啊这边啊 这个支撑1526 他发生过一次假的跌破 跌破下来 然后第二天有一个大的蜡烛 撑上去 所以那集团讲 不可以跌了 我们要撑他 所以一撑他 他就可能就冲就上 所以这个也有可能明天 一个大一点的青色蜡烛 撑他可能他还还能 OK 横盘或者他有机会冲上去 OK 如果明天又一个青色蜡烛 红色蜡烛 跌到比今天更低的 OK 这个就是讲 这个是没有成 应该是继续会跌 OK 所以明天要看多一天 谁呢 看多一天比较准 不要讲一天跌破 就是讲 完了 不一定的 因为历史跟我们讲 不一定的 所以今天菩萨 啊 情绪32 下跌股653 蛮多 上升股31亿了 所以很难玩 这样子的 所以今天交易量3.1 3.1个 Billion 就是 31 31亿了 31亿了 对不对 现在我不要只是讲英文 一直讲英文 我私下讲怀疑 这个是31亿了 一个Billion 是11 31亿了 OK 啊 OK 所以Market全部红 全部跌一点点 自己看这个 啊 啊 啊 全部红 就是 能量有上一点点 0.7 消费跌0.36 工业跌0.58 建筑跌0.21 科技 也跌一点点 0.05 啊 金融跌0.27 很难回去啦 金融跟这个要回去啊 回去 啊 去啊 空气的去 所以这个property也是要回去 所以比较难 Pandation也是要回去 这全部大公司在里面 会中那个 会中那个 啊 繁荣税 所以这个RED也跌 啊 能量有上一点点 啊 今天这个healthcare MGRC大跌啦 所以这个会影响到这个 啊 医疗大跌啦 所以这个电讯也是跌0.11 啊 这个这个海在条啊 这个transportation啊 啊 啊 运输 啊 还有utility 水电 gas也是跌0.14 啊 market很难看啦 今天啊 你看看大局就看到了 所以今天我有post一点东西 早上啊 我有post一点早上也 早盘也不美了啦 情绪31啊 已经跌10点了 然后啊 KLCI OK 啊 早盘是这个 这个啊 医疗跟 电讯啊 跌比较多的 啊 今天insats 到目标了啦 他有穷到目标 所以你们有牢到没有 insats insats也蛮喜欢的 wong wong要开始仗了 开始突破 看来有没有机会 等下我们看 buckson要小心 buckson好像冲上去跌了下来 要小心 看看buckson 你们 今天energy 能 能 能量 能源板块没有能量啊 没有力啊 哈哈 哈哈 能源板块没有能 如果 如果我是放能量 就能量板块 没有能量啊 今天啊 打费啊 打费啊 打费这样子啊 我的我 你看到我的心态就是这样子了 昨天 他突破 我没有放到 alarm去 那个通道说 说没有放放到 alarm 所以他没有通知我 说昨天我没有去看他 今天飞了 哎呀 如果我有放到alarm 我今天一定追到 所以哎呀 大家我也没有 我没有追到 大家也没有追到 不好意思啊 这个真的 miss掉了 这个 等下我们讲 我怎么样miss掉啊 啊 怎么样miss掉 打费等下跟你讲啊 啊 朋友到看 看鸿杏可以啦 可以看看鸿杏啊 啊 记得啊 星期六 星期六 星期天看大局啊 OK 如果没有看的 就看一看大局 所以今天很多大新闻啊 要请我喝茶 就去啊 kofi.com kofi.com training with ks 所以今天我有post 几样东西啦 你要你要 记得要去看看 我有post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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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vatization 啊 要买 要买上这个买下这个 啊 啊 私人化 啊 带 带这个WG 去私人化啊 不成功 他拿不到90%的那个 那个股票啊 so 啊 拿不到90% 的股权 so 啊 不成功 so 看一看Scientech Scientech跟这个WG 发生什么事哦 说他买不成 啊 不是买不成 带他 啊 啊 Privatization啊 带他去私人化啊 私有化啊 做不成啊 啊 不是买不成 做不成私有化 因为他拿不到90%的股 so 我们看一看 Scientech scientech 他冲上来那天我们讲这边突破可以 玩这边再突破这边两次 可以捞这边捞一次突破这边捞一次 所以已经到目标4.7了 哦 这这TA 还有一个目标5.05 现在到不到三次他正在调整 哦 调到下来再再突破 你可以再进如果你已经啊 捞了的如果你还抓住的你要小心 哦 他在这个通道里面 他跌破4.48就很危险了 哦 4.48就很危险 如果你是在下面这边捞到 4.3捞到的呢 你就可能要等他跌破4.3你才逃 哦 如果你是上面 追高了的嘞 跌破4.48可能要逃了 哦 暂时他在调整啊 but啊 他在4.3上面 应该还ok啦 最重要短期看4.48 如果你们长期你们这边已经买了的 就看4.3咯 DiiboG就很难玩了 DiiboG 那天那天一讲他要 SPACE OCO 2.7 他一下就跳到2.7 现在开始跌了了啊 开始跌到2.5了 因为因为 啊 啊 so 因为Privatization不成啊 死人化不成啊 so他 他的价钱本来是2.3的咯 所以可能他不止这样高的价钱咯 可能会跌回下来咯 要小心咯 RHB讲 Hibiscus啊 Hibiscus要反弹了咯 so这个 这个 这个新闻是讲 我们看一看Hibiscus Hibiscus HIBISCUS HRM $5.0上 HIBISCUS 5199 〜 going 突破了咯 我已经套利了咯 HIBISCUS laughs 我玩这边 玩这边 这个我没有玩 这边我有玩 这个是一个超级美女的 超级美股啦 很好玩啦 玩通道啦 这次还能不能在通道上面反弹 我画了一个模式 画了一个 这个你们看这个 我们在这边画了一个 通道 这边是止损 跌破0.87 他守不到0.87 你们这边买了可能放了先 因为现在market不是很美 还有那个 油价也不是很高 可能放了先 收子弹先 然后等 等他跳跳跳跳跳 他要突破这个通道再进过 突破这个通道再进过 或者你等着几天 他在这边突破通道 突破0.93 OK 可以 可以试下再进过 你有子弹了啦 这个是追高啊 小心啊 有子弹了可以追高 突破通道突破0.93 然后那个油价要去上 油价不能上 这个可能是假的 假突破不了 要看油价 然后你们要看就是0.87 跌破0.87要小心了 如果你们还没有套利的可能要套利先 因为这个通道顶撑不住他可能他继续会跌 如果他撑得住他0.87他继续反弹 可以继续收或者继续你 你要追高 你有子弹 你可以追突破了0.93 可以怎个三股可能可以追 UH UH也是我很喜欢玩的股的如果持续 UH 还要冲啊 这 fluctuations我套利了 我怎么样玩 他再冲,我再追,我已经有本钱了 我不怕,我这边 如果他冲,他做一个假突破 跌回下来,奎德也不是我的钱 QH QH很多人 还在问我 我讲那天是通到顶可以收钱了 证明你们还没有卖 没有卖并且,我就不是很贪心 我一到我的目标,我就卖了 然后我会收拾,我再看 如果他再弹 我已经有子弹了,我再玩 如果我没有卖 他一跌下来 可能我会贵 你有你的方法,我有我的方法 不用紧,总之能赚钱就可以了 没有讲谁的方法一定是最好 我的方法是最好,你的方法不好 或者 某些人的方法是最好 没有的,能赚钱就是好了 邓小平讲的,不管是黑猫白猫 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记得吗 你们年轻的 应该是不知道了 你好像我这样的年纪 你应该知道了 现在我做了一个模式给你 很容易罢了 你们要怎样玩 你们还收着这个鼓要怎样玩 很简单 画一个通道跟这个底全部连接起来 跟这边连接起来 画一个通道 他在通道里面继续收,他突破通道更好 然后他跌破通道要逃 就是这样简单 画了一个通道给你 所以你自己看 自己看 跌破通道,跌破0.665要逃了 证明他 这个通道顶守不住 守不住可能他会跌下来 可能他会跌回来通道底 我们有通道就是这样子看 有Tafi Tafi Limit up Tafi Tafi 这个样子 今天早上我看到Tafi 就是这样的样子 Tafi Tafi 我画到美美那个模式 画到很美 真的 几个星期前 我已经讲过了 Tafi 等他跳完了 再突破 我们再追 我忘记放 我忘记放 那个 那个alarm 忘记放讯号 没有 他突破我没有看到 我没有追到 所以这个 哎呀 逃不了了 可能还会上 我觉得你看他的蜡烛这样大 所以要怎么样玩 怎么样玩 清蜡烛 一直清蜡烛 继续收 OK 红蜡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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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蜡烛 比青蜡烛大 OK 青蜡烛小 红蜡烛大 你要小心了 或者红蜡烛一只来 全部红蜡烛 你就要小心了 可能要逃了 要转弯了 如果你们买了的公司 你继续收 等到红蜡烛来 你才 你才要小心 so 这个 Malaysia september production 这个工业 工业的这个出产 出产量上了2.5% so 证明这个 我们的经济 开始有工业 至少了 有开始 反反弹了 so SIB ok SIB今天中停牌了 因为他 菩萨奖你9号 ok 啊 要 交那个账出来 ok so他交不到 ok so 他 申请现在要31号 so 他可能会停牌 停到12月31号 停牌 so 你们知道 上次我们讲 可能SIB要停 要 什么 不能睡觉几天 一个星期 现在看来 你不用睡觉到 到 31号 如果你 你玩很大 SIB 我们已经逃了了 这个不能玩 有这样的好股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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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好玩的股 为什么要玩 这个 这个我们老一点底 记得 一什么 风吹 草动 我们就逃了 不要玩 因为 空气的股是很危险 是买大小不了 这个要等 要等 看他还有什么发展 暂时是停牌了 今天已经停了了 今天你看 SIB 已经是没有交易了 今天 他的交易到昨天 昨天还冲一轮 很多人可能有很多人跳进去 昨天还冲一轮 上一轮 0.2% 很多人以为他会冲 所以不要开玩笑这些 哦 哦 哦 所以今天 没有了 所以交易到昨天 没有了 等到年 年尾 他的公司继续啊 他这边是讲 他继续会 操作 他继续会操作 所以暂时他的 啊 啊 operations 还是 还是暂时啊 暂时还会继续啊 他的公司 只是 Busat 那边暂时 不能交易不了了 停心拍不了了 所以TASCO 这几个 专家 Equilibi Apex 就讲 TASCO 不错 他只是给hold 不了 hold call 不了了 就是守不了了 啊 target目标1.25很不好 but RHP 对他很乐观 RHP给1.94 还有MIDF 也是很乐观 给他1.65 OK 所以我们进一进看 TASCO 看他怎样玩 TASCO TASCO大跌了咯 那天跌破 我们在这边 1.265跌破要逃了 So 跌破逃了先 OK 等他反弹先 如果你是短期啦 你是买高了 如果你是买便宜嘞 好像我那天这边 一冲就买嘞 你暂时还可以收 你的止损在1.03 1.0 1.035 或者1.060 TASCO大跌破 这边你要逃了 如果是追高那天我讲 追高了的 就1.26要逃 TASCO大跌破1.265要逃了 首先 暂时的JP Apex 他目标在这边 1.25 MIDF 给1.65 1.65就是我那边做了一个三角形 我在量这个三角形的目标就是在这边 然后跟他一样 然后RXP给更高 这个嘞 如果你手长期的嘞 可能掉下来 我觉得他应该在这条支撑线啊 这边有的支撑线 他应该会这边反弹 好 你是长期的啊 你是买到便宜 如果你买贵追高了 最好逃了先啊 我觉得啦 因为蛮危险的 暂时 这些目标啊 不是讲 虽然他给拜扩 不是讲现在就会到 可能他掉下去才会到 也可能不会到啊 因为 因为 这个世界上是有 有灾难 有Covid 什么都会发生的啊 所以没有讲包 银行放目标也没有包的啊 所以 Hibiscus Hibiscus就拿到 八十个million啊 八十个million 是 八千万啊 八千万的这个资金啊 是给他去炒作了啊 这个Tekra Trafik Trafik Gura 给他的啊 所以这个嘞就讲 这个Singvern都有不好 他讲这个新闻 美国的纯油液来越高啊 所以对这个影响 压力蛮大啊 对这个油的价钱啊 这个就是讲 这个整个 新闻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的新闻啊 so 油现在就没有什么洞啊 今天啊 so 一日油啦 昨天我们讲看清楚先啊 不要讲 一看到洞 一看到有点洞 就快快跳进去啊 给今天我们整集团进场 看集团的风吹哪里先 哦 SIB讲了我们看一看 旺啊 旺 很多人也是喜欢看这个旺啊 旺 旺今天有反弹突破了1.75 量油 大量啊 量油来 突破rsi 突破50 啊 rsi突破50 应该这个啊 继续收了啊 止损在1.57啊 一定要放止损的啊 所以没有股市包上的 ok 我们输少赢多 啊 怎么样输少赢多 啊 他跌下来 啊 他跌下来 1.57我逃 我要守 守到几多啊 2.1 啊 所以我们输少赢多 对吗啊 这样子啊 一定要有目标哦 做人不要买了 就等 等他啊 等他上到几高 我喜欢我就卖哦 你你喜欢的时候 有时你你你还没有到你喜欢的价钱 他蹦下来 你就 你就要收啊 你就要收 收几个月可能几年 哦 要有目标哦 你进场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目标在哪里 我们看图就可以看到目标了 啊 做人不要没有目标啊 做什么都是有目标了 好像我啊 好像啊 你要你要啊 你你你去这间公司做工啊 你要你要知道我来这间 我要找一 我在这间公司应征做工啊 我也要一个目标 我在这个公司啊 我我能发展到哪里哦 我有没有机会可以做到啊 啊 经理我有机会哦 啊 不是讲没有目标 不是讲哦 你们啊 做工进去一 进去找一个工哦 没有目标就不好 不是不好啦啊 啊 如果你要成长 你要成长的话哦 你最好要有目标啦 好像我讲哦 你要进来这间公司啊 做工你这间公司正在 这间公司是个很很好的公司 他一直在啊 什么啊 他在啊 呃 expand啊 哦 扩张 扩张 他在一直在扩张的公司 你觉得哦 你进去你 我有机会会 有机会他扩张的公司 越来越大嘛 所以他需要很多人做工 然后他的 那个 他需要的那个什么啊 啊 啊 人才也越来越多嘛 所以你有机会长在里面哦 可能你 你一年哦 你也可以升到啊 升到啊 什么啊 主任 然后升到啊 啊 经理或者说 一层一层上了 所以要 要有目标了哦 所以这个也是你进去 你就要看到有目标 到底 我的目标在哪里 我的子损在哪里 要知道了 至少你要知道 你 你 你流几多水 你要逃嘛 不要等到 你割到手 你知道你要流几多水 你要看医生嘛 不要割到手 流完水 才要 才要去补救嘛 割到手 才流几多水 你就要知道 哦我不能了 我一定要去 要去 什么啊 要去看医生了 要去 什么 要去 止水 所以一定要了 还有就是 我 我也要知道 我做人 我进去 我用十块钱 我要投资 我要 我用 不是十块钱啊 我用 我用一千块 我投资这个 赚了几多钱 我就要 我就要收了 收收了 赚了 200 赚了500 我就要收了 不是 你没有目标 你赚了200 你讲等300 等到300 你讲 等到400 你只要等500 400 他掉下来 完了 你就没有了 所以 目标就是在这边 看2.16 暂时在2.16 如果他能突破2.16 可能他还会冲 如果他不能突破2.16 你要寻找星 因为2.16就是 最高峰了 最高峰 这是很危险的地方 今天讲一点故事啊 Duffy Duffy Duffy讲了 刚才 Hibiscus 很多人问 很多人很紧张 追 是追高 一定是很紧张 睡不着 所以我们看图的很简单 我有模式 OK 现在 红星做了一个模式 给我们看了 所以还可以用一嘴 什么模式通道 很简单 他在通道里面 突破通道上面 收 跌破通道 你要很小心 你要逃了 最终跌破3.17 你就最好要逃了 3.17是最后的防备 通道就是第一个防备 跌破通道 你要很小心了 如果他在通道里面 可以 跌破通道 可能你要逃了 短期 长期一点 你跌破3.17 你要逃 很简单 自己画一个通道 看图 我们有目标 我们有 目标 我们有 我们可以看到危险 我们可以看到机会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做人的 目标 不做人的目标 投资的目标 投资也是要有目标 最好 我不是讲我的东西 我的方法是一定对 我就是 什么大师讲一定要听 你们可以有你们自己的看法 这个是我投资 这个是我的规则 我自己的规则和我自己的战略 啊 InSAS 我们讲一讲 InSAS 红星 哎呀红星 代码 没有拉上来 你们讲 你们没有看到代码 红星是 0041 InSAS OK 看一看 InSAS InSAS OK InSAS到目标了 我们从这边捞一次 这边捞第二次 你有捞到吗 两次了啦 没有捞到 就 就要 什么 多一点看我的视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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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o 啊 so 1.13 今天到了啊 可以可以收钱了啊 所以上一次我们捞这边 捞到 顶有11% 啊 所以现在第二次我们从这边 开始捞 捞到这边又有13% 20多%啊 不错啦 InSAS也是美女 你看她在通道里 跑到很美了啊 啊 so这个暂时 再要再继续要玩 等她跌到通道底先啊 现在已经超买了啊 so不要 不要进了啊 so记得不要在通道顶买 通道底卖啊 so记得大家 啊支持下我的频道啊 记得要跟我点阅啊 点阅 每天7点到8点 两个视频 点赞跟分享哦 跟你的 跟你的啊 打Babinton的朋友 分享 跟你的喝茶的伙伴 做工的朋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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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玩game的朋友啊 跟他们分享咯 还有最重要是 啊 玩股票的朋友分享咯 就记得去Facebook啊 中午什么好料 啊 我会放在Facebook Trading with KS 或者Twitter 还有如果要请我喝茶啊 现在是上网喝茶的了啊 so啊 coffee.com kfhfai.com training with KS ok so今天讲究人生 谢谢大家的支持 明天再见 拜拜